二十五号开放第九轮疫苗接种 一早就有不少大学生排队等着打BNT 这一次超过七十八万人完成预约 另外各场排的疫苗混打研究也在进行 堪称最强组合像是莫德纳加BNT备受期待 而计划会送到台大医院审核 通过后会再送指挥中心审查 即校园开打BNT之后 第九轮符合预约资格民众 二十五号也能开始接种 现场也看到不少年轻面孔 大学生已自排开准备打疫苗 终于等到BNT 第九轮开放的有十八到二十二岁大学生 六十五岁以上长辈 还有第九类四十岁以上的民众 有七十八万人完成预约 因为为了配合学校的实习 所以大家其实都抢着打疫苗 好像还好就蛮健康 应该是不太会出现副作用 疫苗开放击中到十八岁以上都能打 接下来的混打也备受关注 开开目前只开放AZ混打莫德纳 实现第一类医护人员等对象来接种 未来有机会再扩大 疫苗混打民众各有看法 莫德纳加BNT备受期待 两款都是mRNA疫苗 堪称最强组合 但国外还没有相关试验 混打效果如何还是未知 国内则预计送到台大医院审核 通过后会再送指挥中心审查 不让疫苗供货影响接种 混打计划加快脚步 国际常牌加上国产都在拼研究 让民众混打也能打得安心 记得临时达黄玉婷采访报道